大家好,9月16日第五部视频 随着TikTok与甲骨文的合作,数据库被放在美国 这个甲骨文也参与美国的TikTok的股份 这样能够大大削减美国对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忧虑 华为被断供了芯片,也不准有人用美国技术 为它代工加工芯片 华为应该也会日落西山 除非有奇迹出现,中国国内有不用美国技术的芯片能够造出来 但我们看到中国现在花了大价钱,应该暂时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离得还很远,华为以后只能做一些外延性的这种智能产品 这样我忽然想起了北斗 北斗三号在七月份的时候高调被宣传说是已经在全球可以为所有的国家提供 位置,受食等等各种信号 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 一样的,我估计 北斗也会受到即将到来的制裁或者是制约 如果真的北斗所有的技术和零部件都是国产的话 没法进行制裁 那美国会动用其他的方式 对北斗的全球用户进行制约 希望他们能够不用北斗 那我们想,是不是这些企业就一定会把客户的信息,位置等等,涉及安全方面的东西传回中国 那美国就不这么干吗?德国就不这么干吗?英国就不这么干吗?你放心 美国一定也会这么干 美国的GPS也会把大家的数据位置传给军方,如果有必要的话 美国的手机也偷取客户资料 这已经在斯诺德这个报告里面已经提到了 美国的通信系统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为什么美国可以做,中国就不行了 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制的社会 它决定了美国不太可能用于太邪恶的目的 在普通的应用层面,企业也不敢随便把客户的隐私 把客户的信息 卖钱 商业化的透露出去给别人 这都不大可能 这是由这个制度来决定的 就好像是你拿着一把菜刀 你是一个文明有教养 做事很有理智的人一个人 虽然你拿着刀也有可能在和别人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 也会砍人 但是总比菜刀拿在一个神志有些不清 经常疯疯癫癫 做事不讲道德与规则 唯利是图 这么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疯悍手里 你觉得这哪一个人拿更让人放心呢 是啊 那个道德水平更高的一些啊 受过良好教育非常理智的那个人拿着刀 肯定比这个疯悍手里拿着刀 更让大家放心 当然大家都没有刀更好 可是有可能啊 毕竟还得有切菜吧 毕竟这一些大家还得通讯吧 你像北斗也好 苹果也好 4G5G信号也好 还是智能芯片也好 这都是现代社会所离不开的 就看他掌握在谁的手里 所以我估计北斗 也会在后面受到全球的挤压 与制裁 好了 拜拜